第18题又表为常见的离子之表示法 则下列物质的化学是何者错误 我们知道老师上课说过了 当我们的正离子跟负离子结合成化合物的时候 正负离子的总价数必须是一样的 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碳酸钢 它是带两个负电 而我们的钠只有带一个正电 所以当我们要结合成碳酸钠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两个钠的离子 这样两个钠两个正配上碳酸跟两个负 它才会一样 所以我们写出来的化学是应该是Na2CO3 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选项B的叙述是错误的 因此第18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物质之化学是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碳酸钠NaCO3 是B碳酸钠